秀行, 你終於懂得想真是好 老爺知道你肯陪他出席 督軍的燕榮, 她一定很高興 不如去我房裡選幾件首飾 不用了, 大姐 剛才我就選了一件胸針 一件不夠, 況且那件胸針 未必適合你的衣服 多選兩件來配搭一下也好 大奶奶… 東梅, 什麼事這麼緊張? 東梅, 剛才我看見忠叔回來 跟老爺匯報 他說二叔原來整個街頭已經回到佛山 不過現在就住在雷本 二叔回來? 大姐, 我先回房間休息了 如果手飾不適合, 我再來找你 二叔回來, 他一點驚訝都沒有 難道他早就知道? 大奶奶, 那我怎麼樣? 老爺, 老爺的反應是怎麼樣? 老爺知道之後, 嘴巴沒什麼表示 不過整個臉都黑了, 跟著就跑去了 你給我弄乾淨西箱的客房給二叔 西箱? 老爺, 為什麼不收拾老爺的房間? 我叫你去做就做吧 怎麼了?你又笑我三心兩意嗎? 我笑你口不對心 回來佛山之前 你對老爺的大手好像一點都不關心 回來? 你怎麼這麼緊張? 哪是? 你還不承認? 你今早就說想買古本送給老爺 我們走遍所有的古本店 連書齋、肉器店都走進去 你還沒選擇? 誰知道, 還要去籌段莊 你還要去做一點 小時候, 連你都這樣笑爸爸吧? 是呀, 這些東西, 爺爺通通都有 要不買, 要買就買一些特別的 那他老人家才喜歡的 其實老爺最喜歡的就是見到兒子 既然我們都回到佛山了 不如我們不要住旅館 我們早點回去見老爺 我們就回來跟爹拜壽 到大壽那天, 我們回去就行了 上銀樓, 不如進去看看 上銀樓 是不是因為你和你大哥的問題 所以你不想進去? 這次如果不是因為你 就算爹是大壽, 我也未必會回來 媽媽, 我們回到旅館還沒有? 很累 不行, 我們還沒選擇禮物送給爺爺 玲棟, 你先跟阿細回到旅館 我再慢慢去找找, 好嗎? 那你自己小心點 我先去找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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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我們只是剛剛到埗 阿雲打算讓他驚喜老太爺 讓他擺大壽那天才回家 爹和老人家知道你們回來 不知道多開心 老太爺他知道我們回來嗎? 是這樣的, 家裡有個下人 在街上見到阿雲 回去告訴爹 爹和老人家急不及待 叫我請你們回去 不過阿雲他不在 不如這樣吧, 大伯, 你先回去 我們等阿雲 再一起回去去老太爺請安 我知道二嫂你很有分處 不過你也知道 爹和老人家很久不記得阿雲和西袖 如果他見不到, 我帶你們回去 我怕他老人家會親自來請你們 那好吧, 我留一張紙條給阿雲 然後我和西袖先跟你回去吧 二老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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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安無躁 老太爺知道你們回來不知多開心 現在他們在世家池那邊 等你一回來就馬上向祖先上向 二老爺, 請給他來 二老爺 二叔回來了 三老爺, 三老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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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爺想見世袖 所以我們先跟大伯回來 回來就好了 現在只等你一個 記得一會兒再上香給祖先 你八年都沒上香 二叔, 你很久沒回來 老太爺一定會很開心 老太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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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爺 阿雲 你終於回來了 爹真是忘穿秋水 爹以為你連爹的大獸 你也不管 是不是要等到爹不在, 你才肯回來了 爹, 還是我不孝 八年來都沒有在你身邊照顧你 回來就好 是呀, 老太爺等三代同堂等了很久 對呀, 又說人齊就可以上香 老爺, 來…上香 老太爺, 慢慢來 好了… 老太爺, 我這麼久終於可以上香了 你知不知道, 我等到今天, 等到桃花都白了 爹, 其實我也很掛念你老人家 你掛念我, 你又不早點回來 有些事你不知道那麼多了 老爺, 我只知道我們上香, 人丁, 算輕鬆 你這次回來, 你就留在那裡 幫兄弟倆打理上銀來的生意 爹, 等你做完大壽之後再說吧 是呀, 爹 你辛苦了一整天了, 先回房間休息一下 看見阿榮回來, 開心嘛 阿榮就馬上走, 落入方場 就有大把時間了 是呀, 爹, 你也要休息了 我明天再陪你散步 你說的 我陪你, 阿榮 我爹跟你說 阿嘉, 先陪老太爺回房間 知道, 老爺 走了百年, 還要人回來 阿爹的意思是希望你回上銀行幫忙 我知道你甚麼都不曉得了 不過我會教你 只要你肯學的, 好而上手 你不是吧 不捨不捨勁將阿榮彤和阿舅帶回來 你會不會尊重人的 還以為我會留在這裡 我還以為這麼多年之後 你應該會想的 還不敢蒙塞 阿爹, 回到佛山 是不是應該自動自覺回家 要不要我趁著請你老婆和兒子回家 你趕快回來 被我看見 還以為我們倆是不和的 我回到佛山 也不願意進入這個門口 是為甚麼 你別告訴我不知道為甚麼 還以為我為了多年的事 你敢說你多年取受恨入門的時候 你不知道我和他已經是兩情相約了 就算見你了 你現在看的是TVBUSA官方頻道 精彩片段每天放送 記得訂閱和按個小鈴鐺 就一定不會錯過了 你現在看的是TVBUSA官方頻道 你現在看的是TVBUSA官方頻道